叶嘉瑜自2011年闪嫁陈宇峰,便淡出演艺圈。 在家专心相夫教子,她难得在节目公开亮相。 她也分享和陈宇峰八年的婚姻生活和照顾一双女儿的点滴。 图片来源,叶嘉瑜脸书,夏童。 去,自由时报,报道,为了全新照顾家庭。 叶嘉瑜选择在事业当红之际急流涌退。 几乎没在荧光幕前露脸过,她也庆幸自己当了全职妈妈,才能注意到小孩的成长细节。 她透露大女儿在四岁时曾在幼稚园被欺负。 回忆当时女儿每次从幼稚园回来都很不快乐。 甚至排斥上学,在她进一步了解下才发现原来, 女儿在幼稚园被欺负了,而且对方不只欺负女儿。 还有其他同学。 叶嘉瑜也说如果是托给别人带。 我可能就不会发现,好在女儿对于此事没留。 下不好的回忆,现在还是快乐的上学。 而叶嘉瑜向来对孩子的事情亲力亲为, 也时常在脸书分享与爱女的甜蜜互动。 面对老公常拍戏不在家, 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和同戏女演员传出绯闻。 她笑说老公被女儿吃得死死的, 每次一有空挡就会问女儿在干嘛, 所以她丝毫不担心。 看得出来她很享受现在的家。